回到华视整点新闻 我们来看看这里怎么了 怎么大晴天的路面都是水呢 地点就是在新竹市东区的水源街 随了原景发现 疑似是自来水管爆裂 导致了博游路出现了裂缝 露出了大量自来水 市议员担心这样子不但会造成水源浪费 也怕持续会掏空路基 影响道路安全 可是自来水公司 假日人手不足 这水足足漏了四个小时 都还没有人来及时处理 引发了批评 至于自来水公司则是回复 说已经在下午一点半左右 将破管的状况修复 一度有影响到六千多户 不过目前已经将状况排除 哈喽大家好我是林一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